请大家继续支持赞助Mango频道 让Mango继续新入富裕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 你怎么办?为什么你不派文件联的呢? 如果文件联我看到就问一下他 我说不用我 我有证据 我都知道你明白事理的人 但是你不派文件联的 我只想问 因为经常打几天不懂死人 是抗设街站吧 是的 没错 你都派免费挥春 用了水也自己拿 都可以有捐钱的 是不是? 没借捐钱 哪有借捐钱? 我看到你有捐款箱 捐款箱而已 你怕你买就不买 不买就不买 是不是? 这些不是犯法的 你的文件联也有败 你不用问文件联的 你們什麼機構啊? 什麼啊? 有沒有機構啊? 有啊 出去物資站咯 香港物資站咯 是啊 OK 有沒有負責人呢? 為什麼要負責人呢? 你們自己找咯 這裡有卡片的 哦 好啊 好啊 是啊 是啊 我們沒有做任何事 為什麼你不問民建聯呢? 為什麼? OK 現在你知啦 香港現在有 你不問民建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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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問民建聯啊 如果有違反國安法呢 在香港呢 那我歡迎你補充啦 是不是? 喂 但是什麼呢? 廢人啊 你叫警察 其他國安法啊 沒所謂的啊 你哪位啊? 有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 沒名字? 沒名字? 可以不可以啊? 我問一下而已 我們香港自由民主社會 那就是啊 自由民主社會 就是啊 沒有問題啊 想知道你是誰而已 一個你不喜歡 想認識的人 就是這麼簡單啊 沒所謂的 拍 你們認得我 我便可以拍一下 我沒有拍過你啊 拍你什麼啊 你拍什麼啊 我拍你啊 你拍什麼啊 你拍什麼啊 我拍你啊 我好想知道了 好緊啊 有良知的是不是 喂喂 喂喂 你真的不去找民建聯啊 是不是你 你自己人所以不搞呢 不是啊 我先給你們 你去找找人 你很想問一下 我現在不能求你 我現在不能在自入民主 你不可能在自入民主 我可以問你先 我問回你啊 是不是 我問你 我問你 為什麼你不去搞民建聯呢 民建聯呢 圓廢了 你不想上去 你是傻的 你想不想上去 你的事 我不是不喜歡香港 我很喜歡香港的 但是我不承認你居選落敗 我承認我香港 你不承認居選落敗 我沒有說不承認 你怎會不承認 你說人家搞破壞 如果搞破壞 就不是香港人贏了區選 是不是 如果那幫人是真的選到的 他們就在做議員 有沒有問題 我們不是不讓他們做議員 我們不讓他們做議員嗎 現在他們就在服務社區 有什麼問題啊 那就沒有問題 我怎麼說 你搞破壞 如果你們沒有問題 就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有問題 你等人來執法 你現在立法會你都不用那麼害怕 是不是 我害怕嗎 我從來有沒有害怕 你不害怕 你政府害怕 你阿公害怕 一定有 如果有疫情兩打壓 如果不是你們更加強勇 你再放回九月的時候 罵罵戶債又不承認 如果不是你們那些人不會走投 會去京國 其實你不如想想 不要再跟民間聯 跟紫荊黨 我沒有跟民間聯 但我不知道 很難說 我從來你到來你只是見過一個人 最多我多個在床來發折 你講一下這樣講的 你在這跟民間聯講 你收多少錢 收多少維穩快 我知道 你覺得是 夠中收工 你老友 你知道這件事都是這樣的 如果我又會發覺 你會不會去報警 你會不會去報警 我為什麼要報警 我又不會得罪人 是你經常得罪人的 你怕被人打的 我怕被人打 我會不會被人打出來 你現在沒有人出來打我 你不怕 你不會去錄影 我不怕 我不怕 那你關了一部機去吧 我不怕 浴影是保障自己的 香港 那你會害怕 這裡有閉路電視拍光的 那你幹嘛做浴影 那你走吧 老鼠你當中收工 你很終收工 但是你這些人 老鼠你當中收工 你唯有清廢沒有了 沒OT 大利 那你走吧 大哥man 大哥man 真是浪費時間 在這裡 騙OT在這裡 騙就是這麼多FEEL 對吧 HELLO 大家好 又是MAN哥 Man哥今天到尤尖旺有个区议员 拍摄这个样子 就是陈子维议员办事处 大家看到了 他写了是年18才启示 如果有任何协助 大家请打电话 很简单 我们选的区议员 他们会帮香港做事的就帮 但现在选到的区议员 就是完全不是帮香港做事的 这个区议员 大家都知道 维伟有投诉 就转介去对家的地区办事主任 而他选这个区议员 他是赢了对家的 赢了对家 他就拿政府的针贴 出政府的粮 还可以请了区议员的助理 去帮他去处理这些区会的事务 但是有事就不做 就去对家的区议员 找对家的区议员帮他做 上次他也说了 他的投诉 就是在议会里面 又说投诉汽车阻塞 但是他又说怕别人 怕他投诉人是他 然后他直播告诉人他自己去投诉汽车阻塞 你知道汽车和泊车的 是有点势力的 他就害怕了 害怕的话 其实就什么都做不了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做到事呢 就是大家看到他真的做不到事 做不到事 但是每个月他出了三万多元的政府联 加上议员助理这些议员办事署的津贴 超过十万元一个月 就是给这些会考 真是五科不合格 不是说会考 他这些DSE 又完全不合格 魏晋文贫 又完全都不合格 完全没有学历 没有知识的 出来说选区议员好了 你这些小黄人就选到他出来了 选到他出来 但是他社区事务 有一些都做不到 做不到他成为所有 区议员代表的笑柄 就是很简单 你们投他出来 但是他做不到所有社区的事 现在大部分的区议会 都是瘫痪的 为什么呢 因为大部分的区议员 他们就懂得什么 就是懂得抗争 搞事 所有游行示威 出来反政府的事情 他们就做了 但是 社区民生的事务 他们什么都做不到 好像谁 好像天水维也 天水连线的吴建伟 好像 将军澳 不是将军澳 东涌的王俊阳 好像深水埗 李文豪 那群全部都以反中国 反香港政府 为己任 但是你又要出政府的薪 但是你又不是服务当区的市民 所以我们香港市民 看到这些议员 我们是特别生气的 就是不要说他 不要说他那些 就是我们叫做什么 能力歧视 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正常人呢 他连正常人多一点 都做不到 所以这些 还可以拿10万元的津贴政府 还要不停给他钱 李子征很好 他向政府那里请愿 给当区服务的地区助理 这些人之前是区议员 但是 因为这些政治事件 或者是一些颜色事件 而选不了 但是他们真是为社区 为街坊去服务 好像陈永欣那样 他们真是懂得去 帮公公婆婆 老约婦女 地区去做服务 很实质去做些工作 但是那些选不了的议员 这些议员没有中贴没有成 可能他们有些政党 有些背景去支持他们 但是这些议员 正在收政府的钱 正在出政府的粮 但是一放 你看看 放到年18 不是初八 是年18 你觉得这些 区议员 帮到香港什么呢? 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 民主 民主就是选到这些人 不是服务香港市民 我也是一个撑警人士 我来这里表达对这件事是非常不满的 为什么有人死 你将减三元叫来庆祝? 香港人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觉得有人死 就应该要这样庆祝呢? 是不是要这样减三元 就觉得很开心呢? 如果那个是你亲人 你觉得怎样呢? 如果那个是你爸爸 你妈 你哥 你姐姐 你妹妹又怎样呢? 为什么教到你们这些人是这样的呢? 我想问一下你们老板 如果有机会 你老板出来 对着我们香港市民 香港警察 所有香港人去解释 为什么要有人死 要减 减价来听竹 这家狗坟 正宗台湾 受制 吃这个 就是珍珠奶茶 这些所有东西 Mang哥 很简单 我们一个正常的香港人 对了 来到这里 就想问一下 同你老板说 如果有机会我见到他 我不介意他出来见我 我也出来 想和他对质一下 Hello 大家好 又是雷霆战虎 以一滴八 Mang哥 Mang哥今天来到 山林道 一间 以前是一间 9X的 饮品店 之前如果大家有记得 Mang哥曾经来过这间店 就说 他们 冷血 无情 因为他们每一个警员 牺牲了之后 就减一元 那时候有几个警员 就很疲劳 第二天起床就可能 真是 真的捉死了 有三个警员 就过了身 所以他就减三元 来庆祝这件事 所以那天 Mang哥就进过里面 就跟店员 去沟通 为什么你们那些人 这么懒血 这么凉薄 要有人 一个人死就减一元 三个人死就减三元 直至 现在不够一年了 大半年时间 这间店已经倒闭了 为什么呢 你多行不易必自弊 是啊 你 当年呢 你就跟我说 喂我还开四五六间铺的 有空就去我其他分铺 里面去沟通一下 那我又不会的 因为呢 很简单一个东西 你不去搞事呢 我又不会去特意跟你去理论的 但是如果你出来搞事呢 Mang哥的话呢 一定会跟你去看清真相的 很简单 如果你 你们这帮人呢 觉得香港警察是破坏香港的话呢 有时 你就千万不要报警了 就是很简单 香港就是靠香港警察的 现在有邓一哥 去 不停去支持的话呢 我相信现在香港会更加好的 请大家继续 支持 赞助 Mang哥频道 让Mang哥继续 伸入口语 为大家揭示最真的真相 多谢